我覺得這是匪夷所思的騙術 因為網絡世界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去規管網絡是對於我們現在最新的言論自由一個侵犯 選舉是重要 但不等於因為所謂選舉的公平原則 去牽制一個人民發表意見的最基本的 以及最能夠給一般人去運用的媒體的自由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不相稱的 在其他國家你用這個媒體去助選就很清楚 如果他說網上電台、網上電視台 根本就沒有辦法界定 我丟了一段時間上去算不算是網上電台、網上電視台 所以我覺得他是擾民 想你立了一條法例 我丟了東西上去那又怎樣 是不是一定要我提起其他人的名字 我覺得就是非常離譜的東西 是不是他怕好像奧巴馬的競選運動 有網絡的幫助而打敗了布殊呢